中華隊已經這個開張了 有兩面同牌進帳了 今天晚上到底進來的會是銀牌 還是金牌呢 我猜下午錯別字應該會 跟大家討論賭盤 但是我再一次貼心叮嚀 錯別字叫你壓哪一邊 你一定要對著壓 不然的話 不要說我沒有提醒你好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整個賽事的這個狀況 今天其實賽事不多 但是最重要的當然還是 就是在晚上的這個十點的這一場 李洋跟王麒麟 要對上中國大陸的世界第一的這個組合了 所以呢 我就說了 寧可我要金牌不要銀牌好不好 好另外呢 當然還有就是傍晚林玉婷 這個最近也是這個 受到非常非常大壓力的 我們的選手 拳擊選手 要幫他加油好嗎 好另外高爾夫 蜻蜓 今天也都陸續的在比賽 希望選手們都能夠有好成績 好那說到這個林洋配 這個黃金男霜林洋配啦 今天晚上要對的是 世界排名第一的大陸組合 這個大陸組合的名字很妙喔 一個叫梁瑋坑 跟我們的一個同事名字很像 另外叫王廠 名字都很特別 所以然後呢這個有酸民 既然無聊到去私訊李洋啊 然後呢就跟李洋說 你們這個林洋配啊 每次巡迴賽表現都不好 現在呢有希望拿奧運金牌 可以爆兩千萬獎金回家 所以呢你們就開始認真打 還開嗆李洋說你知道那是人民辛苦繳的納稅錢嗎 這酸民真的超級無聊啦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啦 那李洋就曬出了他的截圖 展現出他的高EQ回應 李洋說每一場比賽他都想奪冠啊 而且 Everybody 李洋也是中華民國的公民嘛 他也要繳稅啊 是不是又不是只有你繳稅他不用繳稅 他也要繳稅啊 那如果他是以拿錢為出發點去比賽 其實失去了他打羽毛球的本質了 那有這樣的截圖出來呢 網友紛紛幫他加油打氣啊 然後現在就酸回去那個酸民說 你這個酸民啊 你有本事啊 你自己想辦法去賺兩千萬獎金啊 不然就等著去那個怎麼樣 對那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那個發票嘛對不對 不然呢你幹嘛去酸我們的國手 另外呢我們的拳後 林玉婷今天傍晚的時候 八強賽要對上保加利亞的選手 卡梅諾娃 這個卡梅諾娃 就是去年市井賽就敗給了林玉婷 後來因為性別爭議被國際權總 地補了林玉婷銅牌 就是那個啦 那個選手啦 這次又來了啊 甚至藏到甜頭了 這次繼續炒 會炒的有糖吃 保加利亞的奧會就發聲明說 我們反對林玉婷參賽啊 要捍衛所有女運動員的權利啊 他們可能會因為異性代表參賽而受到傷害 但是人家國際奧會 不是就因嚴正跟你說了嗎 人家林玉婷是符合條件的選手 所以我勸這個保加利亞的卡梅諾娃 若是怕現在趕快退賽來得及 還有幾個小時的時間 不要再假鬼假怪啦 不然你就是拿出你的實意來 好好的跟林玉婷打一場啊 誰贏誰輸啊高下立判嘛 不要在那邊用這種 這種真的是我覺得叫做奧布啦 那另外其實這一次呢 跟林玉婷一樣也是捲入了性別風波的 另外一位 這個選手是阿爾吉利亞的女選手 克利福哦 這個連他爸爸都已經把他的出身證明啊 把他小時候照片都拿出來了 有必要這樣逼他的家人嗎 他在女子66公斤級的8強賽 是以這個壓倒性的優勢 迅速解決了匈牙利的對手晉級4強 保底有銅牌了 那克利福因為性別的爭議 這幾天也背負極大的壓力 因此他在比賽之後 獲勝了跟教練抱頭痛哭啊 而且最讓人覺得心裡很揪心的是 他高喊 我是女人耶 然後他也在這個 他的這個IG上面發文說 Thank God 感謝主啦 這個上帝與他同在 如果他也是基督徒上帝與他同在 那這個性別絕對就不會有問題 希望他能夠因此輸壓了 那另外回過頭來 我們要來再看這一次歐運大陸 女子的單人桌球 金牌 陳夢 這個陳夢 沒想到原來他有一個大明星的表哥 叫做黃曉明 真的不說不知道 桌球女子單人決賽呢 這次可以說是中國大陸的內戰啦 陳夢 要跟對上的孫影沙對戰 那陳夢是擊敗了 其實被看好的孫影沙 當然也跌破很多人眼鏡 他的超級球迷 也就是他的表哥黃曉明 就在微博上連發了20個什麼 啊啊啊啊啊 太激動啦 是不是 因為賽前孫影沙的球技被認為比較出色 而且又是這一次人氣正望的球員 所以陳夢 壓力非常大 那最後還是4比2擊敗了孫穎莎奪金 表哥黃曉明啊 馬上又再發文恭喜陳夢啊 說他證明了他自己 也希望這個表妹以後的比賽 都能夠繼續的加油 好 這個中國大陸的選手 有的時候真的表現出來的這個氣場 有的時候真的是不太一樣 像是他們有一位選手叫做鄭清文 聽起來像男生 但是這是一個女生啊 她是網球的女選手 在網球女單的決賽 她擊敗了克羅來西亞的第13號種子維基奇 所以她幫這個中國大陸隊又抱回了一面金牌啦 但是呢她擊敗了這個維基奇之後 把維基奇搞到當場崩潰 甚至呢把球拍重重的摔在地上 如果去回顧全場比賽的話 這個鄭清文 他非常多次的是用壓線 然後暴力飛砸的方式呢 用這種壓迫戰術讓維基奇整個節奏大亂 所以維基奇輸掉比賽之後直接摔球拍 而且尖叫搖頭喔 我看他是身心都崩潰了啦 沒有遇到這一種的 那鄭清文也很坦率顯然就是他的策略嘛 他的戰術嘛 他說他知道維基奇是一個偏快速然後平穩的球員 所以他就是要用這種旋轉來壓制維基奇的平級 這完全就是一個心理戰 再加上自己的意志力讓他攻克了對手可以拿下獎牌 那說到這個獎牌 當然你看光這個中國大陸剛才已經一個桌球一個網球嘛 是已經加兩斤了 所以呢現在大陸還是在這個排名第一啦 16斤 美國追上來了14斤喔 那接下來這個在田徑場的賽事開始之後 美國的這個獎牌數可能會比較快速的增加 第三名地主隊法國隊 接下來是澳洲跟英國 那當然呢我們中華隊也有兩桶啦 兩桶啦 大家都兩桶啦 今天晚上到底是金還是贏呢 千萬不要聽錯別字告訴你的 如果你真的要去買運動彩券的話 一定要跟他壓對面對面對面 溫馨提醒溫馨提醒啦 好也希望我們這個接上來中華隊所有的這個選手 陸陸續續這個獎牌都能夠出現 因為一開始讓大家等得有點久 但是等待是值得的 因為昨天晚上一個晚上就有兩桶有沒有 這個雙喜臨門啦 另外呢就是我們要來看看這個 我們的這個拳擊美少女吳施儀 在決賽當中已經拿下銅牌 那吳施儀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家裡就是那個我們 我們內湖人都知道有家非常有名的那個雞湯麵 原來他就是雞湯麵小公主啦 所以呢台北市長蔣灣很興奮喔 說這個還特別跑去雞湯麵的那個店家 跑去給人家這個吃麵加油打氣啦 那今天晚上呢要登場的就是 林陽佩啊 那其中王麒麟是台北市的選手 所以蔣灣又出動了 不知道蔣灣這次又要吃什麼了 他說大家一起來幫林陽佩加油 那因為大家還記得嗎 蔣灣在四五月的時候不是拍了一個影片嗎 他說他那個時候就是跟王麒麟一起打球 他說王麒麟讓他覺得很有安全感 怪怪的 蔣灣講這種話 所以他也很希望這個林陽佩今天晚上能夠摘金 好來聽蔣灣怎麼說 昨天晚上當然有為世宜加油 那我想很高興看到他這一次為我們國家爭取到的銅牌 所以這一次我們參與奧運全機比賽項目拿到的獎牌 我在前天也特別到世宜的伯伯茅開的雞湯麵店 給他們加油打氣 也現場留言鼓勵施宜在賽場上 以及在未來整體的競賽當中都能好的表現 當然除了施宜以外 今天晚上林陽佩要再次的出戰爭取金牌 我們非常希望能夠為臺灣拿下第一面金牌 如果說能夠爭取到金牌 我想目前看起來最有機會以及最快能夠爭取到第一面金牌 他應該就是晚上的林陽佩 黃麒麟是我們特別的選手 剛好在四月份四五月的時候 我有跟他在一場羽球的公益賽 六月的時候同場競技 我剛好跟他是一隊 所以當時就覺得非常安心 所以看到他的神之換拍 鬼之換拍 還有包括躺著就贏 這個當然在網路上大家很多的討論 但我們希望今天大家一起集氣 為林陽佩來加油爭取金牌 我們其實在今年巴黎奧運 我就跟同仁講 我們一定要為臺北的選手加碼 所以我們已經拍板定案會加倍 所以相較於上一屆東京奧運 甚至是去年的杭州亞運 我們金牌選手會加倍 從如果獲得金牌的獎金 加上我們的訓補金也全面的提高 所以金牌選手至少可以拿到 兩百七十多萬 兩百七十二萬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拍板定案 好 所以萬安市長的重點 是要發獎金啦 大家加油 台北市的選手 兩百多萬的獎金 這叫訓補金 哇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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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萬安市長 然後我再一次 真的跟大家推薦 內湖那個文湖的那個雞湯麵 真的很好吃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 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